哈喽大家好 给大家分享一个蜜质花甲粉丝宝 这味道绝对不输入变摊 先把花甲和粉丝提前用凉水泡上 花甲里面放一勺盐 再滴几滴香油 盖上一个霍霍的盖子 给它制造黑夜的假象 让花甲奋力吐杀 再处理几个大虾 准备一些金针菇备用 这个花甲好吃的灵魂 一定要有超多的蒜末 我用了两头打算 把它搅成蒜末 锅里多倒一点油 先把一半的蒜末倒进锅里煎一下 直到煎到这种金黄色 然后立马关火 再把剩余的蒜末倒进来 再放入两大勺量的蒸鱼豉油 一大勺的蚝油 少量的鸡精 糖和盐调一个味儿 想要颜色更深量 也可以加入一点的老抽 最后再放入一大勺的韩式辣酱 和芝麻搅拌均匀 我们的蜜汁调料就调好了 在砂锅里一直铺上金针菇粉丝 再把大虾和花甲摆进来 倒入我们的蜜汁料汁 再来上半罐的啤酒和水 水的量一定要没过花甲 撒上一些小米辣 盖上盖子 水开焖煮8分钟 好了 我们的蜜汁花甲粉丝煲就做好了 撒上一些香葱和小米辣 尽情的享受吧